你好,感谢你点开我的视频 这期我们来聊聊哥达尔和他的收藏 这个一生都在拓宽电耳边界的大师 于2022年9月13日在瑞士的家中 选择在亲人的陪伴下有尊严的离开 这一切都在哥达尔的计划之中 80岁时,他就把自己的物品封装打包 彻底摆脱了一切研究文献和参考资料 2021年由瑞士出版社Libraryman 发行了这本What Do We Live Behind? 首次印刷只有1000本 故事要从2018年讲起 法国声音艺术家,也就是本书的摄影师 与哥达尔常年合作的Sound Engineer一起 驱车10个小时从瑞士前往法国 只为了寻找哥达尔的资料 最初的想法是应德国电台和法国文化电台的要求 使用哥达尔留下的声音素材 创作一个声音作品 但是当两个人进入仓库 看到这些装满书籍、磁带、笔记和拼贴画的盒子后 他们意识到这些资料的价值远远超过声音的范畴 打开这43个盒子 就像是将一张哥达尔的思想地图在你面前展开 每一本书和画册都是这张思想拼图的一个部分 相信咱们频道的小伙伴肯定拥有不少心爱的影碟和书目 某种程度上你的收藏就是另一个你 哥达尔也是一样 这些书籍曾经陪伴着哥达尔创作 透过这些盒子我们可以窥探它的精神树洞 亏见那么一点点大师的日常生活和所思所想 本雅明在启迪打开我的藏书一文中提到 书籍自有他们的命运 这句拉丁格言大概有意将书籍的品性一言以蔽之 在这个意义上 一本书最重要的命运是与收藏家遭遇 与他的藏书汇集 当我说一个真正的收藏家获取一本旧书之时 乃是此书的再生之日 并不是夸张 更新旧世界 这是收藏家寻求新事物时最深刻的愿望 这就是之所以一位旧书收藏家 比寻求精装典籍的人更接近收藏的本源 在戈达尔的43个盒子中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泛黄的旧书 他们被人从暗无天日的仓库中找到 小心翼翼地打开 原封不动地拍摄下来 默默地等待着下一个希望被他们启迪的人 戈达尔一生都对语言感兴趣 如果他看语言学的书 哲学的文学的和电影的书 都再正常不过了 这次在研究戈达尔的藏书时 还是有三个盒子惊艳到了我 戈达尔竟然还有一个关于数学的盒子 一个古罗马哲学的盒子 和一个装着克苏鲁小说的盒子 下面我就挑比较熟悉的 正好我家里也有的书籍 给大家做个介绍 欢迎大家在弹幕里补充 第十二页是一个德国的盒子 其中有一本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我家里还有另一本 维特根斯坦比较有名的书 是他死后才出版的 《哲学研究》 这本是德英对照版 第十三页也是一个德国的盒子 可以看到其中有一本 布莱西特 我家里收了英文版的 布莱西特戏剧集 里面还有一本 别人写的《瓦尔特·本雅明》 我家里有本雅明的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启迪 早期文选 德国悲剧的起源 上一次看到这本书 还是在一部韩剧里 下一个是文学的盒子 第十六页 《法尔扎克》 《人间的喜剧》 这个箱子里我家一样的书 只有普鲁斯特 《春衣似水年华》 第二十二页是关于电影的盒子 《格达尔电影的DVD》 日版的《悲哀与我》 《金匹利尽》 《爱的网歌》 《金匹利尔王》 接下来是《萨特与波夫阿》的盒子 里面有《萨特与波夫阿》的书信 还有一些萨特的书 大部分都是关于语言的 第二十五页是一个瑞士作家的盒子 第二十七页是电影首册年度合集 还有巴西激进导演的《别册》 在第三十页的箱子里 我正好有八赞的《电影是什么》 不过《格达尔的这个》是终极版 还有《布列松的电影书写扎记》 更多的还有《英法字典》和《莎士比亚》 接下来是一个数学的盒子 还有古罗马的盒子 接下来是福克作品集 1954到1975 我家里福克的数最多 从1961年的《封电与文明》 1963年的《临床医学的诞生》 1966年的《词语物》 1969年的《知识考古学》 1975年的《规训与惩罚》 1976到1984的《性经验史》 快感的享用 自我的关心 法兰西学院的讲稿合集 以及发表文章的合集 权力 审美 道德 还有1966年福克谈布朗销 布朗销谈福克 相信大家也能看出来 我的目标就是收藏福克所有的作品 接下来是罗兰巴特 我家里正好有谈摄影的名士 恋人序语 SZ 这里面还有让谷歌多的日记和剧本 我家里是让谷歌多传记 盒子里还有一本别人写的安托南阿尔托 我家里有一本安托南阿尔托的选集 包括诗歌 论文 信件和剧本 格大尔的盒子里还有一本杜拉斯的书 第37页里面都是音乐史和莫扎特 第38页是雅各布森 波尔赫斯 沙之书 我家里还有波尔赫斯的短片集和诗歌集 第39页是法国作家的盒子 福克纳 海明威的伊甸园 凯鲁雅克的科迪的幻象 我家里只有凯鲁雅克的大瑟尔 格大尔的箱子里还有康拉德全集 我家里只有本黑暗之心 第41页是巴斯特基顿 还有格大尔电源室的CD 第42页是约翰福特 我家里有同款的习习客客画册 第54页的盒子里有齐泽客的视察之键 我家里只有一本齐泽客的 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盒子里还有一本列维纳斯的时间与他者 我家里有一本它的总体与无限 还有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更多的波尔赫斯小说集 德国诗人里尔克 还有一本九月圣经 第55页是流行小说的盒子 里面有科苏鲁小说 还有达西尔哈密特的寿子 第58页是画册的盒子 里面有卢浮宫的馆藏 第63页都是格大尔的电影 男性女性 周末 美国制造 随心所欲 阿尔法城 孔然皮埃罗 第64页还有更多的巴尔扎克 还有亚克朗西埃的无知的教师 我家里有一套六本 Verso出版社发行的朗西埃 图像的命运 政治的边缘 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 以及另外三本 还有一本美感论 格大尔后期的第二作品 充满了拼贴艺术 不限于图像和文字 更重要的 还有对声音的处理 本亚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到 如果说石印术可能孕育着画报的诞生 那么照相摄影可能就孕育了有声电影的问世 而上个世纪末就一开始了对声音的技术复制 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 也会缺少一种成分 艺术品的即时基地性 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 但唯有借助这种独一无二性 才构成了历史 艺术品的存在过程就受制于历史 原作的即时基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 我认为戈达尔的拼贴背后有着双重意义 第一层是破除艺术复制品最后仅存的光运 使它与原初的意义彻底失去联系 第二层是重新赋予艺术品即时基地性 通过人为的有意识的裁切 将不同时空的图像文字和声音组合 呈现全新的意义 或者说使更多意义可见 感谢你看到这里 更多各大的杂物笔记就留给大家去观看想象和解读了 好电影和书一样值得为反复观看 欢迎点击我的频道首页 订阅每月五元的充电打赏 支持我的原创内容 我是小玄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